瑞瑞乡清联寺以往以普渡物资的部分 送给花莲社福机关团体 而今年则是转正给乡内关怀据点 以及十多个部落文件站 主委陈廖安会同管委会干部 以及村长乡代表们逐一到站发送 一起照顾乡内的老人长辈 各个据点以及文件站也都表示非常开心 瑞瑞乡清联寺主委陈廖安与管委会干部 在乡代表与村长的协助下 将一包一包的普渡物资搬运下车 不过这一次分送的对象 已非花莲社福机构团体 而是将关怀留在瑞瑞乡内 基于本乡有九个文件站 以及我们部落里面一些社区学会都非常需要 所以我们今年就决议 把这些的这个占卜的物资都留在我们乡内 提供给十个文件站以及社区来使用 另外我们也会提供给分住所 分住所对于边缘户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三十份的物资 给分住所来给需要的人来使用 装满柴米油盐 干粮泡面罐头等物资 一包包市值就超过一千多元 青年寺这一次以瑞瑞乡内关怀据点 以及部落文件站为主 而今天由主委陈廖安亲自领军 晒先从复原三村区域逐一道站发送 收到这份大礼 各个关怀据点以及文件站都万分感激 关怀社会弱势日子乡千年寺从部落人后 平日的关怀弱势讲住清寒雪子之外 每逢年节更不忘加码赠送物资关怀 这一次将物资转发给乡内关怀据点 以及文件站 以满满的社会大爱 一起照顾乡内的老宝贝们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